过来看这两块 颜色真的是太浓艳了 尤其是咱们灯光一打上去的时候 颜色一下就被这种紫色深深的吸引住了 这一对开多少老板 拿出去看一下啊 紫色的料子呢在行话当中有句话叫做见光失色 但是你再去看这两块 在自然光下它的颜色依然是很浓郁的 完全不会有半点见光失色的表现 像这个颜色已经是超越腰脂的一种颜色了 在整个市场都找不到几条 那像这两块它有没有缺点呢 有 当它的紫色颜色浓郁之后 它的整体水头就短了 但是你能说它水头短它就不值钱吗 不是的 一块翡翠桑只要它有一个或者两个优点 那么它整体的一个价格都是在的 走吧 找咱们今天的料子去吧 有个小姐姐说在我的视频底下 看上了一套天空蓝的料子 咱们下去到蛋口看一下在不在 这个开多少 拿出去看一下啊 现在的小姐姐眼光都挺高的 那北极冰川蓝 一拿出来之后整个颜色就更浓郁了 而且咱们现在是在自然光下 没有打灯的情况下 整个种水就已经很冰透了 像种水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已经在小冰瓦上到正冰的一个种水了 这套叔叔刚刚开价是开5万 看的话大概能够看到一个小万左右的价 那么咱们现在去找老板扛一刀 走 给过价没有这一套 没给过 没给过给你个实在价嘛 1万5 1万5有点几个一万 平常买的都是几千几千的 到你这一开口就是1万5 不行加1千吗 1万6吗 他需要混奶了 1万多他不好 这块免很多的 拿回去都不好卖 给你一个最高的价 1万8 夹不上去了一局 回来就看1万5 是看有个酌心多给一些的 行吗 转了 手作已经拿下来了 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拿去加工 走 手作硬起出来了 真的是太好看了 来满圈的一个胶杆 直接就被凸显出来了 妥妥的一个冰胶条子 包括大家有没有发现 通过打磨抛光后 其实整圈的一个棉杆 已经全部散开了 现在咱们看到的成品手作 几乎是看不到什么棉杆的 再加上深邃干净的天空蓝 让人看上去就非常的显清爽 姐妹们 这一套天空蓝手作 你们愿意给他打几分